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阿柱我跟阿楓其實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牆啊 真的 刑棍夢工牆啊 真的 按了嗎? 按了 按了 非常之好 喂 有沒有聲音? 有 聽到有聲音 喂 Yanis 出聲音 Yex 剛剛很遠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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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接近了嗎? 好 繼續 好 繼續了 剛才說了什麼? 手作嘛 你喜歡可以繼續說手作的 你可以繼續說 他剛才我想了一件事 我發現了手作的問題在哪裡 是嗎? 就是 不是自己的手作 就是大部分女生會喜歡這些 男生完全不會喜歡 除非你手作也有VR眼鏡 但是反過來說一句 雪條棍做可以嗎? 不是 我所說的手作 不是女生喜歡收手作的東西 他喜歡做的那一刻 他喜歡做而已 那種痛愛的感覺 你試試反過來說 你手作的錢包給他 他會用啊 你知道嗎? 我為了你弄了整個月 我沒有看劇 然後我又刺到你的手指串 你看一下 你的手都排掉了 然後想一下 如果我們做了一頂冷帽 或者扇帽給你 我可以啊 你要想清楚 我可以啊 我們成分到好像那些 Muslim那些 但是我也是大前提 首先你要懂得做 懂得做 不代表做得好的 沒錯 我就上了半年了 比如我去學湯魚 我做了半年了 我之後做個刺身給你吃 是嗎? 是腥的 雞泡魚 是做的 還要是雞泡魚 那是 那是 因為那個問題 阿柱你錯了 你的問題不是在學湯魚 湯魚那一刻你真的學得很好 但是你沒有學到選魚 對 選了一隻玩魚 還有你想想 你送我刺身去吃 選魚 你代表什麼 你玩一條女生在這條死魚 會這樣的嗎 是啊 那些女生如果不喜歡你那份禮物 她就會折 對 她不喜歡什麼都不喜歡 她拒絕你 我想到一件事 我試過 不過不關情人節事的 是試過聖誕節 是 當年 我 現在我聽到她說 我已經想嘗試了 不要吵 我們是天重嘉賓的 不要吵 當時我有兩個男朋友 假設男朋友A 左青龍 右白 男朋友A 就送了一條頸巾給我 青龍送頸巾 我真的很認真地收頸巾 因為我 嘩!那你說織頸巾給人 我沒有說織頸巾 我沒有說織頸巾 頸巾是我收的 是 是 是 我織頭巾窿 不會織頸巾 然後她送了一條 很濕溝溝溝的頸巾 我是很OK 我連氣都沒有交 是怎樣的藥 先看看 很認真聖誕節氣氛 即是紅白綠色的 那些 可能是 她是買的 還是自己織的 她是買的 她自己織 我也會笑一下 冷笑 哈哈 哈哈 在我面前織東西 哈哈 但不是 她是買的 我連氣都沒有交 笑都沒有笑 紅白綠頸巾給你 她是不是又是想散的 她是聖誕氣氛的 她是否又是想散的 她應該拼散 哈哈 哈哈 然後我收到 那些很沒反應的 然後我禮手 把她送給我 我的頸巾 送給B 但是她們是朋友來的 不是 但是她 男朋友B很喜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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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仔 真的 究竟B仔出事 還是 聽眾 你們看清楚女兒的真面目 就是這樣 這件事可以發現到兩件事 我的人很環保 不是 女生喜歡織頸巾送給男生 或者買一條頸巾給男生 但是她大部份 是不會願意去收回這些東西 看看你那條是甚麼頸巾 但如果很漂亮呢 很漂亮的頸巾 看看你那條是甚麼頸巾 但是一條子很難織得很漂亮 你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就是 一條子基本上 如果收到一條女兒的頸巾 她的本能反應 馬上會立即突然 很喜歡 你明白嗎 只要是頸巾 你便會聯想到自己織 即是說 一定要答是喜歡 一定要答喜歡 對 一定不會是自己織的 因為那條頸巾也有牌子 之後你便會說 頸巾 不是自己織 即是選了很久 一定要是好啊 我們真是交足氣 你明白嗎 男生其實大部份 就有一個 那個反應其實是訓練了出來 反四點訓練了出來 這個真的要討論一下 你修禮發的反應 不如我這樣說 我是從頸巾去透視 我們今集下半集 好啊 下半集繼續頸巾 頸巾透視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是因為女生 很多時候都會買頸巾 但是男生是不買頸巾 是的 所以女生收頸巾就覺得 我好多 還有女生很少戴頸巾 女生戴屁肩 問題就在這裏 女生大部份都認為 男生是需要一條頸巾 是的 但問題是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需要一條頸巾 話說就是因為 你先想想 我其實整個屋子都是頸巾的 九成都是自己買的 但我純粹是因為那款式漂亮的 但我不能用 但是別人送給你 未必適合你的 那我上次真的幫你省了很多錢 為什麼 你上次不是想著 因為話說有一次 肥豐來我公司 想著買頸巾 因為我極力阻止他 又是一模一樣款 我平時整個屋子都是那些 黑色一條 然後有點鬍鬍的 然後有點鬍鬍的 戴起來就像一條黑衣 然後Yannis就停止了 那我有另一張卡片給你 說有個手作達人 其實都可以的 然後就是另一個 就是他的店 不是 因為他的質地我做不到 所以我就 一路之下 一路之下 不要亂購買 這樣是 但是你什麼時候開始學職 就是十幾歲 那時候開始 我十幾歲的時候 反而我真的不懂 我讀書的時候我不懂 讀書的時候 我加證 我是叫我同學 多認識一條 給我交功課 我不懂 我不懂懂職業 那你什麼時候才開始職業 就像這條不歸路 這條不歸路呢 早幾年 你職業幾年前才學 即是十八九歲的時候學 對 即是已經脫離了校園之後才學 但是為什麼會學 因為我看了一件事 太多了 我看了一件事 太多了 把鏡筋賣到窮 老娘物要貨產 拿一條數自己積底 對 一九欄都是幾十元 然後分開它 還可以幫我宣揚開 如果我還有辦法 我去觀塘那些貨倉 不如果是拒貨帽子 自己討論一下 我們真的被想說 是特沒任何是在追貨 別覺得搜尌 你是自己在上面 不可以不 phone 我才懲罰他 我看過了一件事 我看到一個包包 是要拨制的 我看過一個孔袋 我很想把自己擁有 Clinic 但直接被揚 single 那 dej好 dish 不記得了 總之很漂亮 我很想擁有一個 沒有那些手腕 劍袋 圓筒型但是手腕 這樣手腕袋又拼了 拼了手腕袋 拼了手腕袋 拼了手腕袋怎麼用呢 你把東西放進去會變形 即是它有一個耐理 你要有你的 你再釘一個鯉就行了 然後我始至要 我一定要弄一個腕袋給自己 很勵志啊 這些故事 為何會逆軟 聽到這回事呢 之後你織了一個這麼大的腕袋 拼了自己 超級學校霸王的楊彩妮 織了很多養衰的腕衣 給張偉健 最後我成功 弄了一個腕袋 真的很成功 那個也是拼了 這些說話已經分辨到了 很勵志成功 自我內心覺得很勵志成功 大哥 我們借半集給你 賣廣告推廣 你也不用這樣 重點是 重點是 我很勵志成功 我自己還有賣出過 即是那個款式的袋 是啊 重點是 我很勵志成功 勾了那個袋 之後我還賣出過 但原本想勾給自己用 我是沒有用過的 真的嗎 你只是為了圓一個夢 我想擁有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那個袋很漂亮 當我擁有了 我覺得搶不到我的衣服 很搶 很搶 我還是拉回買送車 其實簡單一點 如果你是去那間原本賣的袋 去買了那間 去試一試而已 你只是 這樣就應該不會 你搞不懂 阿柱心水就清了 為什麼你走不走去 那個店裡試一試那個袋 看看合不合自己 因為一試了很難回頭 試了就暗包了 其實混蛋在呢 他幸好是那個袋 如果他突然喜歡那件事 是鬥椅子 鬥木 不是 混蛋 他突然看中了巴拉里 弄 然後他看到Yanis 跑鐵 跑鐵 那些是正過的 你有一天看到我在滾 那些啤梨 很辛苦 在滾 那些啤梨 你知道我其實 我看了這架車 你很幸運 你很幸運 其實我覺得他這一下動力 是很多手作達人的開始 我覺得 認真做暗狗事的開始 你起碼將來 你會發覺他 真的想著重新發你 給自己的男朋友 應該是三年前就開始 然後還要像羅雅方舟的故事一樣 四圍的人都笑咎我暗狗 我說將來你們就瘋死 誰知道大洪水來到 我喜歡了那隻帆船 我自己弄了出來 我剛剛想說 之後我每樣動物就叫了一群 然後就放進那隻帆船裡 拯救了他 其實羅雅就是想這樣的 其實羅雅是 就是看中這隻船 不是 其實羅雅是情人節鬆的 對 沒錯 他就提早了三年去預備 我既然也能弄船 為什麼不弄大價一點呢 不是 他預料預錯了 買多了木 他打算自己很懶多女 很多兒子要弄多冷靜 沒錯 他打算我去弄船 多點你上來 又是變成廠腦 一弄東西就有廠腦 我想不到我連弄船都要找廠腦弄 笑得笑得喉嚨痛 但是之後你就開始自己學 在哪裡學 有看書 有看片 然後又問問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也很害怕 就是自學 就是自學 是的 不是 我第一次去第一次 我真的去上課 公園會 不是 去南普 去南普 是城寨師奶 坐在單桌上 是嗎 1x1 不是師奶 是美女 不是 不是 那個教你那個 那個婆婆 什麼教你那個美女 是 教我那個婆婆 教你 教那個美女 對 對 對 有個婆婆教我這個 不要跟她說 不要跟她說 之後就一代全一代 就是你做教人那個 她有沒有跟你玩十五戶 她可以拿著那間公園 對 我想她老了 那間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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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有沒有 我想說現在很少 白沙道有一間巴黎 白沙道 它都是高級公園 賣的公園 百多元一塊 很漂亮 但現在真的少很多 真的 我記得以前 尼敦道 匯豐銀行 對面已經有一間 除非那間公園 已經是自己的公園 不用交了 不然 整理都整理 我不知道 花園街上面 還有什麼 花園街地下 那間公園 花園街地下 那間公園 我不知道那間公園 但以前 其實 以前有一間 應該給女朋友 應該給女朋友 就應該是 以前的 瓷華 那間公園 是瓷華上面 好像叫做 是瓷敦無縷 那間公園 真的很久 那間公園 以前的瓷華開了這麼久 你說瓷華商場 裡面有一間 我記得那間公園 那間公園 我不知道Yannis有沒有印象 因為那間公園 在旺角來計算 他搬了幾次店 但還是一直在旺角的商場 但後來 瓷華倒閉之後 就好像沒有再做 是 就是這樣 他賣瓶子 然後又有嫁人職 然後有些女兒 光顧她買瓶子 如果職到一些位置 不懂職 你回去問那個女兒 他也會教你的 因為他一看那間公園 就知道是否他自己店裡進去 但是那些女兒 我有問過那些女兒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千萬不要靠她們幫你襯衫 否則就會出現紅白綠 聖誕節那些事情 聖誕節啊 又來了 那是那個女兒 我對不起 那姐姐的老公就是闖腦 然後你是跟別人學 最初的 最初的 就是基本的 對 只要你學會針法之後 基本上你什麼花都懂得 但是 那幾個手法針 針法是怎樣針 針法 有一點粗 因為我對Lead是沒有認識的 看你的那條線 是什麼線 多粗又易 來定了一支針 因為我記得 以後的說法 好像說有兩隻 你是積冷積積的 還有是勾的 勾的 勾是可以很快的 如果用勾去勾 即是勾就是兩支 即就是這樣 交叉這樣 交叉即下即下 勾就是單手 雙手 雙手 勾就有點像 別人撞穿頭 我是不會織的 你是勾的 我是勾的 因為勾是很快的 根據阿姨的說法 勾是差不多用 我想兩三天就已經勾到一條 是嗎 如果你全天不停地做 還要是用粗爛 我想一天都可以織到一條給你 假設如果我用線 一般粗幼的線 可能是兩三mm的線 如果我用那些線勾爛毛 我最盡一天可以勾到四頂 四頂毛 你也沒有 即是統統冷毛 即是正式 有沒有花 你拼上色也一樣 你會換線 能不能織圖案 可以織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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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有織圖案 我會織圖案 怎麼這麼混淆 為了女兒 真的無所謂用其他女兒 我不是用織圖案 我記得我讀時 讀時時 用手 是有織圖案 是… 那些好玩 那部東西左右左右搖搖搖 很簡單而已 你只需要把你需要的織圖案 放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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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放在內 之後我只用了大概十分鐘 之後就織圖案 一條很長的東西出來 那部東西呢 但是那些很漂亮的 那部東西它叫做手搖機 手搖機 手搖機 那部機大概是兩張書桌 都不闊 差不多了 那你就上了你需要的織圖案 可以一至五隻不等 我想是一兩個小時就已經織圖案 很快 很快 我想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今時今日 即是 用回你的手搖機 去織圖案 去織圖案 你知不知道要多少錢 多少錢 二千多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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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真的只是幾下手腳而已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只是把自己的織圖案勾好 你基本上 其實最複雜的是什麼 你只要不要那條頸巾有圖案 你不想著有圖案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不停的 搞定了 一梳梳 因為有一個 可以叫做本地的設計師 但是就是 執名的那些 他就是用這些手搖機 然後他就拼了很多 不同的粗幼 不同的 種類的 然後搖搖搖 二千多元一條 其實真的很簡單 因為他其實那部東西 就是你上了一線 他一排一排 機裡面有一排一排 梳在那裡 他已經一排梳了 那你有個手柄 好像 那個手柄大概就是 好像你平時 打機的Joystick 你拿著在手 你左右發 你已經可以出到Patter 根本上就是 你左一次 你應該是橫擺 或是橫擺 好像小朋友玩的 那些白板 有一個影響 這樣就可以清晰 這樣前後兩夜 就已經一行 就已經一行 基本上你想想 我積一條頸巾 你要積多少行 你就不停地掃 當時最複雜的 就是你要挑孔 可能有些位置 你想有花紋 那你就要跟著花紋 那條線 然後再積 差不多之後 如果你想有花紋 又要再積 如果你不想有花紋 基本上你就這樣搖 就這樣玩完 所以那時候 我還要上課 那時候 那時候上課 積完之後 一條自己 但是一條可以送給人 為什麼你可以上課 可以勁得有時間 積一條頸 不是其實 現在這樣 不是啊 我記得我跟阿柱 那時候 那時候在Polly 那時候是做什麼 玩了幾下 然後 積了一條繩子 然後發覺 郭先生說的很溫 就跑去喝東西 是啊 但是其實 剛剛Petty 說了大概三分鐘 說過機器的東西 其實總括來說 就是 做了一條頸巾給一條女 那你是不是 立刻給女兒 我自己一條 然後送一條給女兒 剛才說是用手勾的 那次 但是不是用手勾 而是用機靜 我在想 我在想 我有沒有說謊才去想 我去地上收拾 也要頸巾 送給你的 死要面 我在想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你不會告訴女兒 是用機靜的 是啊 你儘量都要告訴她 用手靜 我用手靜 一看就知道 那些不是用手靜的 我告訴她 我用手靜 一定不會讓人相信 她說正 多做幾次給你 泰坡都說要 要一條組紅色的 我以為她說要一條紅白色 我記得她就是這樣說 買還是什麼 我沒有說 如果就是買就糟糕了 你買這些東西 這麼醜的樣子 給你面子 女兒通常說 買的嗎 這條金的東西 通常會 說你心 其中一個手作的糟糕點 就是當件事不像你預期 你硬著頭皮要送的時候 對方如果真的問你多少錢 其實你真的很難受 有些人是很糟糕的 這樣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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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它分結味的 她真的說得出 那一刻不討厭 真是瘋狂的 但Yanis 你現在還有沒有賣你的產品 有 我剛剛 你現在積什麼多 只是沒有 現在什麼都做 做嬰兒事最多 真的不大 第一次是初生寶貝 第一次是初生寶貝 是啊 沒錯 就是那些頭帝 沒頭髮 硬要穿個頭帶 現在很輕鬆 然後穿紙 現在輩子也穿了一條 有嗎 我看過兒子穿了 真的很羊羞 好像納幫James 女兒有當法 兒子長大了 寶貝就好像納幫James 很欠臭 baby 頭帶 裙子 裙子 跟著就配上一雙鞋子 然後剛剛是完成了一個大項目 但不是買的 我自己送給我的朋友 器件 不是 寶寶皮 寶寶皮 那張包皮 可以入皮心 不可能只有一片的 可以入膽子 你一針一針歐文歐 我歐文了半年 那張皮 寶寶出生了嗎 寶寶是不是正在讀幼稚園 他剛剛出生的 我之前已經知道他幼了 我知道了他幼了就立刻做了 所以就放了半年 一張寶寶皮 入皮心 但是那些寶寶有沒有說那些貼子是不同的 寶寶寶 寶寶 有分別嗎 寶寶寶 是沒有纖維 就是沒有那些貼走的樣子 就是棉貼 就是骨頭貼子 是棉沙 即是長籤一點 那其實算是線 不是線 又不是線 但是長籤一點 它沒那麼容易凸出來就敏感了 是的 還有沒有混合那麼多纖維 不會刺肉 其實不懂就行了 有那麼多靶子 你給一張 其實我的爸爸是這樣想的 又是手作 手作有心意 我的爸爸是這樣想的 因為他媽媽也喜歡手作的 所以我送給他 他媽媽也一定不會開心 這個此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這個原因很混亂 就是我見過那些老人家坐輪椅 經常有張尖蓋大腿 我就覺得那張皮 就算他兒子長大了 他自己坐輪椅的時候 都可以蓋大腿 即是可以用很久的 是的 很窩心 如果你想到別人老了坐輪椅 你可以想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你為朋友 好 那個著想很強 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我有跟那個媽媽說 然後媽媽說 我坐輪椅不蓋了 坐輪椅被蓋了 坐輪椅被蓋了 你被蓋了 那麼多就沒人買的 你那麼多冷其實也不便宜 是啊 因為其實買冷貴的買冷衣 而且我那個是Cash Up的 我那個不是就這樣一幅 即是積了很多不同塊 再黏在一起 我積了一百個格子 我積了藝術家 平時在那裡吵人 那樣 藝術家都可以吵人 沒有影響的 但是你搶帽子 你會不會弄公仔 現在很流行 拿冷貴來弄公仔 其實我答應了高妹 其實我已經弄好了 我只欠最後一件 但是十二八 我知道 因為有鑑於高妹的兒子 經常吵人 他弄個冷貴 給他 這傢伙很瘋癲 然後呢 Yannis可不可以鋪上席 這傢伙很瘋癲 這傢伙很瘋癲 這個尺寸是一百一十乘九十四 如果這張2K我覺得是底調 2K多 你趕快鋪上刑棍 我給你 我免得在別人那裡插旗 因為大家不知道你有這樣的才華 大家一直對你的印象 大家對你的印象 都是好處於那樣東西 哪樣東西 好處於負面那些 哈哈哈哈 我是食物類的 不是熱狗大雪 是啊 我是小壞部 壽色學生那些 我是小壞部的阿嬤 見你這樣一場上來 故意鋪上路 是呀 助攻給你 把自己的形象扭好一點 不是呀 屌你會不會賣廣告呢 屌你 我想說呢 他這個八家布呢 是有很多顏色進去的 他明明有些靜褲 哈哈 十二個顏色 糟糕拿那些靜褲來 這個東西收我二千多元 屌你呀 哈哈哈哈 很冷靜褲 不是因為 如果我是即開東西的那些人 我一定是有剩很多顏色的 是呀 又怪不得你的 不是我還沒說完那個 我公妹 我本來是想要弄一個 膏妹的工仔 因為我公妹很喜歡太陽花的 其實我已經弄好了 整個全部一件一件零件已經弄好了 只是欠失眠和亂上去 我拖兩年了 哈哈哈哈 哦 都很弄了 然後那些省件我忘了放在哪裡 那不要緊 你現在做過一頂菊花給他 跟太陽花差不多一樣 因為都是要省件的關係 拿菊花不知道怎麼陷 哈哈哈哈 但是那些工仔你也有賣的 沒有賣 因為我沒有做過一個工仔的實物出來 還沒曾做過 是 你可不可以說我們認棍了 可以幫我們做個吉祥物那些 哈哈 TV Buddy 似的 按著肥蜂的身形就做Petty的樣子 然後加我一點點東西下去 做個吉祥物 然後我可不可以做個 是 TV Buddy拿著一個雪梨 是 好像那個Lum Generation 是 玻璃 水晶 水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吃著熱狗 吃著熱狗 然後拿著玻璃雪梨 喂 怎麼那麼多Pupsy啊 這麼多東西啊 當然要難才找你做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每一次 如果有些手作人 我們都會問問他 其實是否賺到錢的呢 當然賺不到錢 不要玩了 真是為興趣的嘛 半年才弄一張皮 哈哈 你真的要這樣 死了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將這件事 business 這樣做 是會不會有機會賺到錢的呢 你現在都是業員滑著玩而已 是的 如果你當我真的很認真 這樣去做 我覺得勞動應該會大量很多 就是首先 我是要很 首先 你要做很大堆你手上的宴貨 然後搞幾次市集 哦 你保持著去市集 其實手作的前提 就是一定要去市集 是的 是的 之前也有人漏過我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去市集 可能是social一下 其實去市集 現在差不多是social的 是的 其實去市集 不是想著你去市集賺錢 是的 你是social 是被人見一下你的本尊 是的 原來你這麼厲害的 你like一下我的instagram 然後逢旁邊左右 那些檔主又打架 下次我們不如夾檔吧 不如 是的 是的 我會說你了 然後就是 好像我們一樣 糖水滾糖水 就像是女士 你這樣拉 同理家 是的 我常常認識文青界裡面很多 很心動 就是 應該這麼說 因為文青界裡面很多虛偽的人 很虛偽 又有小器又有神聖 是的 你看到很多文青在吵架 你抄襲我抄襲你 是的 經常都看到 可能表面上 我和肥豐很親友 可能轉過頭 Paddy問我 你和肥豐很親友 我不認識他的 是的 是說這些的 那些人 你的肥子都黏在你 又說夾檔了 又說夾檔 我就在那裡賣亂 你去夾檔和兩個人一起開個檔 在那裡只做節目 不是 因為我真的有想過 你想些什麼 去那些手作市集那裡 預訂一個檔 然後 做節目 做節目 Live 對 做Live 不是 不然看照片 是的 又或者是我們 不是啊 都可以手作 因為我們可以手作 什麼熊運 那些 吊嘴 是的 是的 你看到我旁邊 只買了一個熊運 不知道什麼吊嘴 因為我看 我看 麥寧 還有 他來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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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話都說不清楚 你先冷靜一點 他經常說 如果你熟什麼的朋友 最好 配戴一個熊運 鍊 或者吊嘴 就可以化解 什麼 情人節的愛心骨頭 那些 好啊 可以送一包公仔麵 賣九十九九九 我之前 一直都在想 有沒有辦法 在一個手作市集 搞一個檔 然後 賣空間給那些人 你可以借我們的頻道 差不多十分鐘 就會有一百幾十個 無論如何 會被人聽到 那我們那星期的節目 又可以節省一點 是的 是不是 你只不過是 但出現那一集節目 應該被人吊 為什麼 等於無人駕駛 但是我們在市集裡做 你放下五十元 說五分鐘 很合理 你叫他夾回個檔子 是啊 你夾回一些東西 給阿靜 阿美拿來 但我真的來討 我覺得不會有 你猜什麼 還是國民輝年代 阿美我愛你 那些嗎 現在文青應該是怎樣的 因為文青喝咖啡而已 那我們擺個檔子 一邊做節目 一邊賣咖啡 又可以做節目 我經常都覺得 你手作市集 其實現在走到這個位置 開始有點瞞 末期 真的嗎 已經末期人了 因為其實市集已經去末期 現在很多市集都變了 因為市集都不是 市集都不是賣手作的 賣二手三 還有什麼呢 那些博客都是二手三 我上次去了一個 是添麻藍的 應該都大製作的 然後他叫 還有明星檔 是的 然後還有叫台灣的 食品公司 是 走來買有機鹽 KT Club那些 然後我走進去 看到我堆袋 我呆了 你公展會 是啊 然後整件事都錯了 是因為已經末期了 如果你說認真 你說本地設計師也好 真的兼手作人也好 那些市集其實已經 那些人已經沒有再擺市集了 真的嗎 是的 現在正在擺的就是那些 因為我經常覺得 就是香港人 有一個很厲害的能力 就是玩死任何的東西 玩死任何東西 玩死任何東西 現在我覺得 手作市集的 trend 就快去玩死了 我經常覺得手作市集這個自分 Dirty 不是手作市集 我正在想什麼 Handjob market 哈哈 我們弄個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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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停說 手作人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自分很Dirty 很多人都是手作人 大哥 我們嘗試想一個 營棍Handjob market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ing 你們現在聽的是 234 Channel 我做什麼? 我做中醫咯 沒有聽話 不聽話 沒有聽話